好了又来到夜晚的时间了 又到桑普论证的时间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片 还有利用superfans function的支持 本人也希望尽量能够课金 也要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支持 今天是4月30号 4月最后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就是讲一讲中国的新闻 似乎我看近几天 大家对于我讲中国新闻 是比较有兴趣一点 可以讲多一点给大家听 这一节我集中讲五则新闻 也是以前没讲过的 希望跟大家知道一些 跟进一些中国出现的状况 今天夏天好热啊 湿热啊 所以穿回一件T恤 Bunny 就是Warner Brothers的Bunny 跟大家见不见了 好了 我们先由三中全会开始 中共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在夏天召开三中全会 不要说三中全会 中全会是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夏天召开 上一次是1989年6月召开四中全会 三中全会要去到这个时候召开 已经拖足半年开外了 有传过说在两会之前或之后 短期内召开 没有了 之前我也一两个月前说过 六月机会大 现在决定不是六月 是七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四月三十日开元会之后宣布 决定今年七月 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 这个一会很可能读义 关于持续深入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习诸头主持会议 这个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 记住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 维远没有灼光 即教一些所谓的嘉年华 什么卖物会 whatever 这些当然是一些 就是压着位的东西 大家如何去抗争 做不做抗争 自己决定 我们知道在台湾台北 我一定会去这个自由广场 就是旧称中正纪念堂的地方 那个地方由华人民主书院 就是带头去举办一个所谓的六四纪念活动 一定会去 希望大家在摊档找我 我一定会去这个地方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来 是35年以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决定 在夏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按照惯例进入七月 中共领导层都会进入放暑假的状态 中共元老将会聚首北戴河 在七月底至八月召开非正式的北戴河会议 现任领导层会在这场场合听取元老意见 但现在元老算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杜奇邦的黑社会一黑社会二 元老算是什么才行的 除了之后Jimmy仔你肯去做就辣掉了元老了 这个就是Jimmy仔不是习近平 1989年六月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召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推选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胡义指明赵紫阳等顶导人 凡族分裂党中央的错误 同时免购了胡启乐 严明复等人的职务 这个大家知道 那么35周年六四 遲些我们会讲回这些六四的历史 大家其实看这个节目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我们讲一些比较大家少接触到的东西 但我要这么说了 几样要提点大家的了 就是说互相激荡互相讨论 第一样东西 这个不是开会不是做讨论 是做政策的宣示 千万别以为这个是什么报告重点研究 这个就是孙子 第二样东西 一定讲经济问题 为什么拖这么久 因为中国经济不幸 大家知道他失业率也好 外贸也好 内需也好 不振 甚至科技各方面被锁后的情况 贸易被制裁的情况 甚至美中开过布林肯和习近平见面之后 依然美国对中国关系都不好 再加上很多经济问题 依然百病重新 全国五分之一公务员 出不了新水 各地的地方债 承透债 爆煲再爆煲 根本上整个中国加起来 所有的债务 是根本已经事实上破产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要摆平很多方面的东西 要大家做好一些假的讯息 要在GDP里做几个季度好的讯息 尤其等于第二季结束之后 七月召开 大干快想将第一季第二季量力成绩 展现给大家看 要以度游游之口 所以一定开行国家统计局 做假的这个板斧 这个就是粉色门脸 也希望他用大内宣团结里面 其实越团结 人们越躺平越不信 这个就是习近平习猪头的一种废材的地方 第三样东西 就是说这一次这样的做法 肯定是涉及到 他要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 他不想开会 就是说当权力有不稳的状态之下 尽量少开会 这个就是毛泽东 就是在文革时期 为什么他那些九大那些东西 就很不想开呢 为什么呢 有原因的 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面对 会然之体现得到 今场时期 二中全会隔开成年开外 才开三中全会 显现到他党里面出现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江湖 就是江曾胡温 或者那些 熊二代要斗夸斗臭习近平 不是 而是习近平下面那帮人 压伏不了 军队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你说到在 基本上的一些 其他的领域 李强变了废柴 变成了一个 执行的橡皮图章 根本没有国务院总理的资格 所谓中南海的南院北院 即南院是中南海 迎台就是讲这个党中央 国务院总理就住在北院 即是两个分庭抗礼 互相所谓的制衡 这种已经没有了 那习近平自己当道 那福建帮、浙江帮 军公系是不是摆平呢 现在斗浙江帮 斗军公系 斗闪西帮 福建帮独大 结果呢 会不会真的一支箭地射下去呢 那看回习近平是怎么做了 但无论如何 肯定摆平了一些东西 故此才敢于召开三中全会 这个就是证明到他 显然到习近平 暂时觉得权力有点安稳 之后再转入去 七月美至八月的北斗河会议呢 就和所有红二代 剩下那些人围围围围围围了 我不认为那些元老 就像那些海外民运人士名罪那样说到呢 习近平在北斗河会议被逼供了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他大权在握 但 是他自己的年轻 本身会形成非常大的一种 对他的威胁 如果大家懂得玩政治的话 记住高捧蔡奇 蔡奇就是一句顶一万句 蔡奇说的说话 比习近平还要正确 这个你就懂得玩了 你在这里跟大家说 哎呀 任志强怎样怎样 刘亚洲怎样怎样 江曾胡温 杂他们 It's all wrong 他们是no power powerless 真正的power 掌握在习近平身上 二你要颁到他的 捧王毅 捧王小雄 捧到比习近平更高 捧到蔡奇 王小雄 苗华这些人 丁舍祥这些人 比习近平更高 耀遇天秘高 谁比蔡奇高 那你看 记住他的心法 很重要 OK 我们讲第二宗新闻 其实第二和第三宗新闻 都涉及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首先就是国安部 在上个礼拜五 29号 公布了 昨天上个礼拜五 29号 说这个unwire的 乱七 乱这样 讲七月实施 这个讲到最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个礼拜五 我们倒回头 29、28、27 27号 公布了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两条执法程序规定 你说说什么呢 看标题不知道说什么 提到当地执法人员 将被赋予检查电子装置的权利 规定将由七月一号实施 其实坏坏是实施 全部都已经实施 你不要将中国法律 视为法律 这个只不过是一种确认的文书 是一种愚子 愚子未崩下来 已经口含天宪的地方官员 早已经被党下达指令 已经实行的了 总之各个执法人员 随时随地可以赋予他有什么权力 检查电子装置 换言之 手机打开 输入密码 密码 混黑炉 你搞到 输入密码为止 才放你走 届时到访中国的游客 说会被当地执法人员检查 智能电话或者电脑 当然现在已经可以 不过 写明可以 即换言之 大家不要再想其他东西了 我记得反送中的时候 当时都有一个香港基本的法律 就是说警察抓了你 按法律 我才说 依当时香港的法律 不可以立刻叫你 输入密码 之后解锁你 他有本事的 拿去做 Forensic的地方 之后 IT的部门 去 去 试图 去解锁你的锁 是一件事 但不可以要求你这么做 现在他这样做法之后 会不会输入 在香港 都照版主管 将香港的这个法律 改到跟中国一样 换言之 任何人 随时随地 可以被 警察 国安人员 检查 智能电话 和手机 我想这个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未有 但 很快 就会有 这个就是我看到中国的变化 会变得 香港都会跟着来做 这一次是中国国安部首次对外公布执法办案程序规定 以往中国安全部门是以保密为由不说明夺处理案件时的程序 而这一次国安部就针对检查电子装置 案件管车 区存时间和执法文讯 做新的规定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第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有权要求民间组织 落实反间谍工作 即所有民间组织 是有义务 协助国安机关做反间谍工作 这个就是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九条 试一试一试 另外第40条规定 国家安全机关 得以在 撤区的市级以上的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 和检查通知书之后 就能够依法检查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装置 设施和相关的应用程式 工具等等 在紧急情况之后 紧急情况之后 就除了定 执法人员只需要在 经撤区的市级以上的国家安全机关 负责人批准之后 出示人民警察证 或者偵察证 就可以直接当场检查 换言之 党同意 就do it 这个是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的三权分立 舆论监督什么都没有 总之就是独裁的世界 另外第3段新闻也涉及到第2条 讲的法律 就是为因应国际国内环境新变化 中国计划修订 国防教育法 将外国主义 国防意识 向下扎跟到小学 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面临内忧外患之際 习近平 即习诸头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搬到校园 目的就是稳固他的政权 但新法施行一段时间之后 可否将年轻一代的中国人 从幼小 从娃娃抓持 从小就能够对外界的世界产生敌意和偏见 这个就是真正的目的 中国国防教育法 你不要以为这些只是跟中国有关 你不要说这些是跟香港有关 因为这些事 就将会下一波 要在香港立的法律 第一个是什么 所有的 香港警察国安部门 分分钟可以检查你的手机 应用程式各方面的东西 第二样 国防教育法 你说有国家安全教育日 那这些都不够 是 国防教育法 那么这个就是修订草案已经4月23号 由官方提醒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 做初次的审议 那么 迟些很快三读通过的了 那么三不三读 讲真这个行礼如意 障皮图章毫无意义 总之这个一定会通过的 OK 一定会这样做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是肯定的事 那么修订草案着眼于 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互相涵接的国防教育体系 由小学初中高中到高校 对国防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 做补充完善 这么说 针对中国这一刻修订 国防教育法的动机 很多人都认为 因为中国内部经济向下 动摇了中共的统治基础 外部有感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备战是势在必行的 今天美国智库南德公司国际防务 高级研究员Timothy Hatt 何天穆 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 对于国防教育 做改革 目的是加强 杂猪头的权威 尤其在经济疲远 房地产 市场恶化 腐败和独职行为 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北京当局尝试修发 发现出对民众对中共 支持到 下降的现象 另外也有台湾的一些学者表示 过去中国的国防教育 编种于大学校园 通过修法 向下延伸 目的当然是向学生灌输 外党外国的思想 进而巩固身兼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 杂猪头的定于一尊地位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国防教育其实就是 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政战工作 然后向外延伸到一般的民间学校 现在高中都要实施军份 然后国中国小都要有关的国防教的课程 课程内容就是类似 好像军队里面的政治思想工作 灌输你外党中党外国的思想 灌输你这些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灌输你习近平他怎样伟大 我们看到香港也很出色的一个 评论人 也是现在美国智库 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林河留华 习近平自2012年接班以来 一直在提高民间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 过去几年也看到中国企业 重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武装部 现在就是要将国防教育向下扎根 背后思想如出一次 为军事斗争做准备 那这个就是 是一种备展之举 其实就是防止 内乱 多于一切 那你看到这件事 就看到整个中国 陷入多么不堪的屋面 好了 第四条新闻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天降异障 这件事 杂猪头 又杂思想 又大食物观 又大农业观 又是新质生产力 其实讲到尾 就是什么呢 天旋地转 不只是说 就是 前几排 在广东 什么巢关 清远 浸大水 那水灾 那习近平就不来 于是去了重庆 是否西部大法会议 我上一集讲过 还有 天气不只是集中在广东变坏 河北 四月大雪 广东 龙卷风 冰雹 之后 4月29号 昨天 中午时份 湖南长沙 不单突然之间降暴雨 天晰 还瞬间变黑 立即变黑 亦得 得了 大白天 软如黑夜一样 引发民众的热义 在河北 内蒙古 近日都在4月雪 即雪达30公分 还在腾瘫交通 4月27号 下午3点左右 广州市白云区 中落 澹镇一带 出现龙卷风 横素各地穿落 造成 严重的损伤 至少5死 33箱 是完全不见天日的 然后出现行雷闪电的 如白天 即是好像 白昼软如黑 夜半七盒 即是完全 完全黑 OK 当地每小时雨量高达58.9毫米 是每小时雨量 58.9毫米相当大 成为这个时段中国全国降水量最猛烈的地区 这些天气变化引起中国的网友热义 纷纷留言说 中午12点 这个天晰我以为凌晨3点 黑到我以为要下班 天黑了 天黑了 长沙路灯都亮了 即是这样 雨大到连阳台门都不敢开 前几天是广州这几天又轮到长沙 现在气候是怎样呢 那些左胶 环保左胶 紫叉那些东西 全部都说 温室效应 气候全球暖化 最坏都是global warming 不要说warming global的polarization 极端化 导致到这个情况 所以呢 不要用交叉 用紫叉 不要用紫叉 要自备碗筷 于是你自备碗筷的话 就不会这样 又不会 因为 即 更难返 要几千年后 你用个个 要自备碗筷的话 我们会重见天日 他们都不敢说这件事 总之就是说 总之你自备碗筷 就对了 即是他们讲的东西 你就听一下算了 我只是说 你自备碗筷 并不舍对抗global warming 对抗气候极端化 global warming global的极端化 是由小到大 骗你的废话来的 骗你的大话来的 即是等于 10月24号晚上 会有圣诞老人在一个地方 派礼物一样 这个就是 握住你这么多年的大话 for what 因为现在的左胶 要利用环保 造成新兴产业 来赚钱 他怎样推 推荐这个 global warming 就于是 有carbon credit 就于是 有carbon credit trading的市场 于是 有风能 是不是 有太阳能 各方面 新兴的 补助 补贴 我使他们 兴起身 全世界各个国家 哪个国家 不补贴 风能 和太阳能 他们几蝕钱 都大把钱 真是做大股东的 拿了政府的好处 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 最明显的例子 如果你真是不需要干预市场的 那就自己做 在自由市场自己跑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好了 global warming 是不是事实 global的这些情况 我们摊回所有力量 就知道 人类可以影响到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 其实呢 你不要说到那么大 OK 我们要避免污染环境 我们要避免浪费 是对的 但不是因为 global warming 是因为我们本身 要 珍惜 我们有的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不可以取用 这个世界 太多的 这个是我们 我自小 当时都没有global warming 讲的这个道理 global warming 后来的 西方自由派 liberos 左派 说出来的神话 一个prophecy 一个经济到一个 神话境界 和大家说 这个就是global warming 存在 叫大家 我们要搞一大堆的东西 叫大家怎样怎样 很多世界时候 叫大家在海滩 塞垃圾 全部都是对的 请大家注意 我们不是为了对抗 全球暖化 气候极端化 来去做 环保工作 我 就是 我都觉得 大家减少用一些 木筷子 膠羹 用回自己 自备的餐具 是对的 但是你说 要完全禁住所有的外卖 完全禁住所有的膠盘 纸盘 是不切实际的 人类存在的每一刻 各下 我存在的每一刻 都在呼入空气 之后 排出二氧化碳 OK 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破坏环境的 如果你那么不喜欢破坏环境 你自己自杀 自民算数了 撤覆 不要说撤覆 自己消失算数 消失 直至消失天与地算数 当然不会这样 人的人性是有尊严在 相关你自己的量的问题 OK 就是说你怎样 控制这个粮 避免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 从来不准吃的 剩下所有餐厅 所有吃的东西 一定吃光 这个基本原则 如果那些左膠 做不到这点 叫你收皮 是不是 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是不是 不能够不带交代 尽量不带交代 能够 尽量送礼物给人家 尽量不要包装 这些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做 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浪费 能够促进这个 环境的保护 这个自己OK的 尽量排斥肺气 能够搭公共交通工具 尽量搭 不要常常开私家车 那那些左膠 谁不开私家车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说 Greta 你自己问一问 我就没有 他就有 那谁 谁真是 维护这个环境保护 自己问一问 你问心一句话 我只是说 每个人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剝夺 并不是要负一个 全面的义务 要人人手 同一套规矩 荒谬的 每个人的情境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而今时今日 你看到 无论是广东也好 即是4月29号的 湖南长沙号 天降暴雨 很多人就说 最差的是西方国家的 global warming 中国很多工厂的 这些污染 导致这样的情况 我只是说 我就说 污染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可能 但是跟 global warming 没关系 然后很多人拍一段片 全部把这个归因 为global warming It's an unfalsifiable prophecy 应该不是unfalsifiable 是一个falsifiable unfalsified prophecy 你自己摊起 所有我们的 调查的数据 我们看看 是不是 就会知道 又变冷 又变热 又变冷 又变热 于是 推翻了global warming 所以environmentalist 就不再说warming了 他会说极端化 极端化 或者是否有时高有时低 极端化了 即他们这样去操纵 他们的 sale narrative 他们的罪述 但我只是跟你说一句话 这些东西 跟环境的污染有关 但跟global warming 没关 听不明白 OK 即是今天 你吸入太多的 肺气 死是跟空气污染有关 于是肺结核 这个有关 就跟global warming 没关 OK 那个是prophecy 是一个神话 OK 所以这个 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常 将左胶那套 吐到你的地方 左胶呢 你一讲环保 你一讲 废死 你一讲 同分 你一旦 这个废子 禁枪械 他们就觉得 好似 好这个 就是 一定要 坚持到底 这个才是公义 我觉得这些东西完全 违背了 我们对公义的定义 我们对公义的定义 是一套 就是 基本上是 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事实 OK 而不是 按照现在这帮人 的一种 拉起一个 自由主义的名义 实际上就是 用 马克思主义的那种 斗争的精神 放在自由主义框架之下 而以为 将它包装成为 种族 性别 环保等各类的议题 去做深层的斗争 这件事 就是我值得注意的 所以我们来讲 批判种族理论 批判性别理论 和这种所谓的 Degrowth Movement Environmental Degrowth Movement 这个是绝对荒谬 我们这个引伸开讲 但肯定 中国污染严重 而到这个暴雨 起现了 不祥的御兆 你说 有什么宗教信仰都好 我只是说 这个不祥御兆 就是显示到 中国的整个 感觉 大家是已经是一种 躺平 失望的状态 但缺乏信念 与勇气 去改变事 自由 靠勇气 和平 靠实力 中国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人 既没有真正的实力 亦都没有真正的勇气 没有勇气 就说没有实力 那么有勇气 没有勇气 就是更加没有实力 那么变了最后的结果 就是 中国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人 交伤害 然后在这个 这样的 帐篇里面 和共产党 这个组织 变成一个 被压逼者 和压逼者 同质 同购 的 二元 结合 唯一的一种 体系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这样 最后一宗新闻 和大家讲一讲 就是关于 华为 问界 M7 电动车 追撞 起火 3、4 这案件 一部由华为 和蔡力思 车厂共同开发的电动车 问界 M7 Plus 上个星期五 4月26日 在山西运城的 高速公路 追撞前车后 起火 车内三人死亡 但死者 亲属和洗经 事发现场的其他 驾驶者发布的影像 以及提出的质疑贴文 都全部 屡次被删除 而救援人员 无法打开车门救人 也引起广泛关注 不过 据《星都日报》的报道 死者家属三个目目 在星期二 在网上发帖 声称 感谢事发时 第一时间破枪救人者 并指出他三名家人 被狗追前 已经因为汽车碰撞而失去生命 呼吁忽略或删除网上种种 不实报道和内容 不要再打扰他和家人 基本上就是 肯定是党的指挥 你说要你们删除报道 不要再打扰我们 你怎会说这些 或蛇添足的话 无私选这件事 即是说 我就是 党的压力之下 要党这个说话 广东南方报业集团 其中的21世纪 经济报道 发表评论文章 质疑华为 问界对他的 AEB主动 杀停 AEB就是主动杀停的功能 是不是 存在夸张宣传 以及 直指华为宣传 用于强调的 遥遥领先的代价 不应该是生命 但文章已经来删除了 在车祸发生之后 问界M7的起火 M7起火 相关影片 在星期日 4月28日 曾经登上微光热手 片中看到问界 M7追撞前方的洒水车 车头位置无出大火 车门无法打开 有人试图用硬物 撞破车枪 将乘客救出 当日一名声称是死者家属的女子 在网上发文指出 他的弟弟 驾驶一部 刚刚买入三个月的华为文革M7 载着他的丈夫和儿子 因为刹车不及撞上 灑水车 他的丈夫 由右前座 当场抛出车外 即时丧生 丧生 而他的弟弟和儿子 就是因为车门被锁死 来不及逃生 逃生 事发之后两个小时 他被问到 文革客户的服务员来电 但询问的是 车子受后体验 还是感到十分气愤和无奈 受后体验就是说 想DLLM 你害死了 含架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他表示 这部以25万元人民币买入的文革M7 配备AEB 主动刹停功能 和 G AEB就是窗外物主动刹停功能 但在车的事故里面 是没有启动到 导致没有自动紧急刹车 同时 车的电池 一追撞就起火 车内安全气囊 也未起到保护作用 就网民发生 碰撞后 为什么车门无法打扰的质疑 文革M7 克服 在回复时声称 目前大部分的车辆 并无自动解锁功能 事事司机和乘客 当时已经失去意识 无法由车内开门 不论车款是否隐藏式门柄 要外部施救 都只能打破车窗 不过 传媒翻查问架 M7的车主搜查 发现清楚 车门在 碰撞后 自动解锁 当然 说法是真 不是真 大家心知肚明 红星新闻引述 汽车安全业 人士表示 不理系传统燃油车 或新能源车 这些无论是否隐藏式门把手 正常情况之下 都会要求车车发生碰撞 或故障时 车门能够自动解锁 而问架也发声明说 根据国家平台数据接入管理规定 涉事电动车当时时速是115公里 安全汽轮正常打开 动力电池包容持续性 都是正常的 见证积极配合调查 会提供一切必要数据 还原事故原因 并将对家属 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具体调查结果以后续交警部门通报为准 这就是新闻 我就说 大家真的不要再用这些车 Tesla 我真是 不想唱的 虽然 但是 所谓呢 科技不断进步的 未来会不会改善得好一些 我不知道 以今时今日的状况 不要尽信这些东西 也不要因为 因为要买惯电动车 链不回原来的车 那我坐过电动车 我没有链过电动车 我也不想链开电动车 因为它根本不像一部车 根本我觉得 不是很想 也不想链开这些车 因为这些车 基本上 是 控制在整个 AI里面 即是说你将你的生命交托在一部 电子 的人工智能操作的一套 东西上 无论AEB GAEB 基本上都是在说这 OK 第二样 中国制造的 很有问题 我都讲过 小米SU7 它本身 前面那个 泵把 在上面的地方 按下去 凹的 插电 拔不回来的 那全部有影片为了 这些中国传出来的影片 跟着你讲 这些小米的电动车 华为电弹车 电动车 自然的情况 也有很大的问题 这次不止是自然 是那个AEB GAEB功能根本没办法做 有 遇到障碍 事故中无法启动 导致到 没有自动紧急刹车功能 突然之一声就没有 同时 这个电池一追撞 一追撞 一声 电池的battery 就起火 安全车 气囊 做不到这件事 根本上 你和插件棺材 没有分别 所以我经常都跟大家讲 真的 注意一件事 一句口号 希望大家明白 选棺材 买华为 选坟墓 买小米 OK 你要选棺材的 买华为 任正非 適合你 选坟墓的 买小米 一定行 除非 除非不碰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希望大家保命 平安最重要 无论身处何地 不要用中国货 用中国货 请你退群 但我都不认为 你有这样的 任何的一种 我觉得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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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我的 followers 如果你认为 买一部 华为来看我的 东西 那些国安 盯着我那些 你们吃糟糕 是不是 我只是说 这些国安盯着我这个节目的那些人 因着华为被烧 你没有以为不会有事 一定出事 选棺材 买华为 选坟墓 买小米 就对 总之你买小米 买华为 等天收 OK OK 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